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全球瞭望 我是郭重仁 最近北韓突然之間他宣布了 要切斷跟南韓的所有方面的熱線電話 還有所有方面的聯繫 這個事情是從何而來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台灣智庫的副執行長 董思琦先生在我們現場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司機兄你好 主持人好 我剛剛前面先談了一下 就是北韓他的理由是說 因為南韓政府他做事 就是這些脫背者團體 對於北韓施放這些船單不管 所以他切斷了跟南韓政府所有的聯繫 我們先談一下這個脫背者團體 這很早以前開始就知道 他用這個高空氣球的方式 對北韓來施放船單 為什麼北韓現在這麼大動作來回應呢 當然脫背者團體在做這個行動之前 更早利用心臟狠話 利用這樣子的空飄氣球或是船單去傳送 這一些反北韓的這些資訊的 其實是南韓政府 但是因為南北韓之間在1990年代 開始有互相的互動和交流之後 其實當時他們就成立 他們就有在南韓境內就有一個 南北交流合作法 他們韓文是南北交流協力法就是合作的意思 那那邊就有在規定說南北在交流的時候 南韓和北韓之間呢 有哪些東西是可以做嗎 這些東西不能做 在那中間有一項目就是說 你不能隨便的把南韓的東西送到北韓去 你說這個心臟氣球 這跟我們以前在金門大的二檔那個很類似 非常非常像 那心臟海外部隊就用大的那種擴音器 然後其實這個不是只有南韓 北韓方面也這樣做 那雙方都這樣做的同時 可是在南北交流開始要熱絡的時候呢 當時就有開始有做一些限制 可是這個限制在南韓裡面是比較曖昧的 因為對於南韓來講 它畢竟是個民主國家 民主國家裡面的人想要表達他自己的意見和自由的時候 國家沒有辦法說很強制的說禁止不做 除非你能夠告訴他原因 也就是在這個脈絡之下 雖然南北韓之間呢 開始呢希望能夠有一個正常的交流 不要互相敵對 所以心臟海話沒有了 可是空飄氣球這個事情呢 自從在南韓裡面的這個北韓的脫北者 人數越來越多 成為一個這個 他們自己的一個團體之後 那他們就開始呢 向北韓這邊放這個 釋放這個空飄氣球 那裡面呢 他會放一些東西 像這一次 金與正非常的這個生氣的原因 是因為海報上面就直接有這個 污衊這個金正恩的這個畫 那除了這之外呢 他們還把這個用這種寶特瓶 裡面裝著米 然後或者是說裡面再放著一些這個USB 然後包括這個南韓這邊的 戲曲連續劇啊 不是這樣的內容 送到北韓去 對 那其實是非常受北韓的歡迎 可是為什麼這一次這個 這個北韓這麼生氣 而且南韓又這麼快的去給予回應呢 這中間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議題就是說 其實北韓第一方面呢 這個南韓送過去的東西 讓北韓覺得非常的 有一些這個不滿 那不滿當然是剛好是裡面的內容 那另外一方面呢 事實上現在這個時機對於北韓來講 任何外面進去的東西 對他們也都非常的敏感 特別很重要一點是因為現在 還在一個流行病的這個期間 事實上他們對於外面有東西飄過去 或是傳過去呢 他們都視為是對於他們這個 一種攻擊的行為 那所以在這個脈絡之下 北韓的這個金與正 那特別就是對外開始發生 那同時呢 也就是主動去切斷 南北韓之間的一個交流的渠道 就是他們聯絡這個熱線電話嘛 那一年九個月的時間熱線電話呢 在6月8號早上不接 6月8號下午接了之後 6月9號就斷掉了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南韓呢也是覺得 知識體大馬上就來做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他馬上就是宣布說 統一部呢在四個半小時之後 馬上就宣布說 那將會立法修正就是 禁止南韓民眾對北韓去 空拋這些物資 那南韓的理由是說啊 這個因為疫情的期間 那這樣子的話可能不是很好 那還有另外的話 還有這一個有一些環境的問題啊 那所以他們會希望說這個 脫北團體呢 還有這個南韓的國民呢 為了要讓南北韓有更和平 穩定的交流狀況呢 希望能夠自治這樣的行為 而剛才我所提到1990的 這樣子一個法令 就南北交流法裡面 其實有明定啊 有刑責 你如果說把東西送到北韓去 其實是有刑責的 可是過去同一部的這個部長 都不會把這種空漂漂流物啊 這個送過去北韓這些東西 視為是一個送東西到北韓的 這個物品物件 但是現在可能要沿你 那沿你之後呢 最重可以處罰這個三年的 這個拘役的圖刑 然後還有這個3000萬韓幣左右的罰金 相當於台幣的話就890萬這樣子左右 那可見的是北韓這一招呢 讓南韓也覺得說 好像要應該要做一些回應 北韓是不是覺得 南韓政府是有力量 可以立即就阻止這個事情 所以金與正先是警告 然後沒有幾天 馬上就斷了這個 是不是認為覺得南韓 你應該做沒有做 那南韓政府說 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 老實說要這樣子 也要經過國會的立法 我們才能夠有法可據嘛 對不對 這個裡面是不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造成的情況 那我們從現在的這個狀況來看 我個人的感覺啦 這個北韓並不是期待南韓做什麼事情 OK 而是北韓就是要切斷 跟南韓的這些交流的一些期待 和這一些管道 那主要這些交流的期待和管道 只要不斷的有暢通下去的話 外部會更加了解北韓目前的狀況 那他們可能是有意不想要讓別人更了解 北韓的狀況的同時呢 那他也希望說透過這樣的舉動 讓他真正戰略目標上面 想要對談的對象 美國呢能夠開始主動 來跟這個北韓來進行一些交流和談判 那畢竟我們知道啊 這個今年是這一個 金正恩的2016到2020年 這5年的經濟發展計畫中的最後一年 可是在強力的這個國際的這個 所謂的經濟制裁壓力之下 2017年開始 1819到現在呢 事實上呢 北韓的外匯存體越來越少 那另外一個是從外面可以進來的 這樣物資再減少的同時 又剛好各國又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有辦法給北韓更多的支柱 所以我想說現在北韓 內部的經濟壓力呢恐怕是大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他也不大希望讓更多人知道 北韓內部的狀況 所以呢透過這個方式呢 剛好可以名正言順的 把南北韓之間的這個交流渠道 給他暫停 那他這樣子 因為這個互設辦事處 或者是說這個熱線的電話 就代表說你還是有機會 能夠了解北韓的狀況嘛 所以他講的這個四個方向 你四個會去做的事情中 前面兩個是等於是空話 也就是說金剛山啊 或者是說旅遊 或者是說這個開城工業園區 事實上早就終止了 後面這兩個才是他真的想要去阻止 去轉去把他斷絕的 他不希望說讓北韓的消息 更加的往外流露 那同時呢也希望呢能夠 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能夠讓北韓的內部更為的純淨 乾淨不要有外面的東西 過去來去干擾他 我另外想問一下就是脫北者團體啊 你剛剛也提到就是 從北韓逃離的人到南韓 現在人數越來越多 那我們也看到最近的國會選舉裡面 也有兩個人選上了 那之前很多的消息據說都是脫北者 這邊辦的刊物 包括前的時候金正恩說心臟有問題啊 也是從這裡面傳出來的 究竟他現在在南韓社會有沒有政治上的影響力 那將來他會不會本身就形成一個相當有影響的一個遊說團體 那脫北者的團體呢 那像這一次呢 劇文呢 就是因為所謂的自由北韓聯合 自由北韓運動聯合的 這樣子的一個團體啊 然後他們去空拍 那他事實上底下還有一些 這個團體呢 那中間比較受矚目的團體之中 包括有一個是這一個 no chain 就是說不再有鎖鏈 這樣的一個團體 那另外一個團體叫做 韓文的話叫 kensame 就意思是說很廣大的泉水 那國權的意思啊 那這樣子幾個 這個知名這個北韓團體呢 在南韓內部社會呢 它成為一個倡議的團體的同時呢 它其實也是代表一個促進統一 反共的一個象徵 所以它變成是在保守派裡面呢 我們可以說它是極端的保守派 那我們知道啊 這一次的這個 在這一次的這個國會選舉裡面呢 4月國會選舉裡面呢 有兩位 那一位其實比較著名的 他是這一個前北韓 駐英國的公使 那他用這個區域選區的方式選上 另外一個是用比例代表的方式選上 那這兩位呢 當然就成為了在南韓內部之中 所謂的北韓通 因為他們比人家更了解北韓的訊息 但我們也發現了 在南韓內部的所謂的北韓通 這一次針對於這個金正恩 他前一陣子突然省引了20多天的事情的時候 他們去散發的一些消息呢 反而被認為是有誤判 同時呢很有可能讓他們原本在北韓的縣 反而漏了線 讓人家知道說到底是 誰洩漏消息給他們的這個狀況 所以說從整個南韓的局勢來講 畢竟是一個民主國家 所以這些人民所組成這個團體呢 他們可以自由的發聲 政治上的影響力雖然不見得那麼的大 可是他們有一個代表性 他們代表的就是很純正的反共 因為他們從北韓出來知道了北韓的這個共產主義的嚴苛性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 則是促進統一 因為現在南韓有很多人對統一沒有那麼關心 但是對於這些脫北者來講 在北韓的這些他的家人親屬 還有他過去生活的環境是他所希望能夠再次能夠去的地方 但是跟其他韓國人不一樣的部分是 其他的南韓人或許還可以用一些特別的管道 用什麼秘密的方式跟這個北韓接觸什麼 都還不會有太多的這個 這個應該什麼後作用力 副作用力 但是這一些脫北者呢 他們在北韓的親戚反而都是會被肅清 那同時呢會受到更多壓力的人 所以對他們而言 他們希望統一的這個急迫性 比一般的南韓民眾還要更加的來強烈 北韓會不會覺得這些脫北者團體 是對他們是一個威脅 甚至前的時候也有傳言說 他們甚至要用一個流亡政府的形式在外面存在 也許在南韓也許在美國 這個會不會是一個威脅呢 那對於北韓來講的話 對於這一些在外面 而這些脫北者在外面所說的話 一概都是予以否認 那同時呢他們也用另外一種方式 也就是說他們會威脅 利用他們在北韓的 這些脫北者在北韓的親戚 那甚至出送勞改或是處決的方式呢 讓這一個他的這一個親戚朋友呢 在北韓的家鄉的這些人的親戚朋友們 不敢發聲不敢支持他 那同時呢也牽制他們在外國的行為 那所以說對於北韓來講 對於脫北者呢 去做這些事情呢 事實上他們去散佈消息 或是說去散佈這些訊息壓力 事實上呢對於北韓呢 是產生不了實質的壓力 但是他們比較會在意的是說 那這些人會不會把真實的一些 北韓的訊息或者是情資 洩漏給外國 這是他們會去在意的 不過當這些人呢 一旦成為真的脫北者之後呢 事實上跟他在北韓內部的 這些親戚朋友都會被肅清 那另外一方面是跟他有關的一些資訊 或者是一些消息呢 或者說他所掌握到的一些情資 這些部分呢 可能都會有一些變動 那北韓會去刻意的調整 甚至是反而是利用這些在外面的人 故意餵給他們一些假資訊 假情報 然後讓他們去混淆視頻 那所以對於北韓來講 他其實並不是很在意 這些人所做的事情 但是他更在意的是 外國對於這些人 那包括美國聯合國 或者說南韓的這個政府 日本的政府 對於這些脫北者的一些看待的角度 那有一些比較著名的這個脫北者 例如像是之前的黃長葉 或者說現在的這一個 這個他回來改名字叫太舊名 太永浩 那但是他現在又改回來 改回來叫太永浩 那所以不管是這樣子有名的人 他們就會更加的重視他去外面去宣傳 和去說的話 但是對於一般的北韓的民眾 或者說一般的脫北者來講的話 並不是那麼的在意 這一次事情裡面 大家也注意到就是金與正的角色 我想你也很熟悉在之前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金與正就已經升到 就是政治局候補委員 然後他現在的角色似乎越來越重要 這一次北韓統戰部的說 他現在已經實際上負責南韓事務 然後也有外面一個說法說 他現在甚至是這個勞動黨的 組織領導部的第一副部長 這個以前是他的爸爸 這個那個時候金這個 他的爸爸當時佔據的位置 就準備要接班的 究竟他現在在北韓的勞動黨裡面 或者是整個他的位置是怎麼樣 是不是有一個說法說 如果金正恩身體不好 他可能要實際上要來接班 有這個可能嗎 那如果是要變成真的是 在接班的順序上面的話 那理論上他應該不要 不能只是候補委員 那他一定要成為正式的委員 就像他的哥哥一樣 那另外一個是 他雖然現在接這個黨的 這一個所謂的組織領導部 那其實我們知道 勞動黨北韓勞動黨 他其實就是共產黨的一種形態 那共產黨裡面 其實最重要的部門裡面有兩個 一個是宣傳一個是組織 那大家熟悉這個金與正的 過去的歷史就知道 他已經做過宣傳部的勞長 那另外一方面的話 事實上就我們目前所看到的 秦姿他跟他的哥哥 金正恩一樣 他們有這個海外留學的經驗 所以他也這個外國語也是不 也是不陌生 那同時呢他對外的這個應對 還有在對外的場合上面呢 也是顯得落落大方 那所以我們現在聽到的一個訊息 是說他現在已經開始負責這個 對南的事務 就是對南韓的事務 還有包括對外事務 那的發聲 但是即便是這樣對外 對南韓事務的發生 那事實上跟北韓政治 內部的政治還是有一段距離 那特別是領導者還在的時候 雖然給予他這樣的培養 但是他應該要更加的戒慎恐懼 因為北韓的這個狀況裡面呢 事實上只要執政者還在位 即便就像是金正恩的父親 金正日他當時在開始準備接班 其實也是小心翼翼的 1970年代的時候 就開始慢慢的被安排接班 但是過了20年的時間 他才換取了這個接班的成果 那他的哥哥金正恩的接班 其實是非常短暫 而且沒有像過去金正日的 這樣的一段這麼長的時間 從金正日成熟中來接到權力的時候 花了20年多多的時間 把黨政軍都搞得非常熟的時候 再接班 所以現在金正恩的接班 其實已經是很短的 而金與正呢 如果說要他來接班的話 現在看來還是顯然 是他的實力還是不夠 然後另外一個是他的位階 在政治上的位階 雖然已經算在前半端了 但是他還沒有辦法 真正變成非常有利的 那很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如果說他晉升到這個 政治局的常務委員的話 這個政治局的委員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確定說 他有被考慮是來接班 但是按照北韓的這個狀況 目前的狀況來講的話 我看他現在是離接班有段距離 但是對外已經被塑造成是 北韓對外的某一種門面 我們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來談 這一次斷絕南北韓的通訊 跟熱線電化以後 這個會對於整個朝鮮半島局勢 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談